虽然钟家与马家划清了界限 但别以为钟大老爷就真能逃过一劫了 宫里的意思很简单 既然没有证据证明你有罪 那朝廷就看在你家妹子份上饶了你家 但作为身上有谋逆嫌疑的人 你就不适合继续留在朝廷做官 给你留个面子 你自行请辞吧 钟大老爷这两个月就一直以感染了风寒为借口 向衙门告病 没有回去当差 自然也没有提出请辞 他还抱着希望 盼着妹妹能消气帮自己在广平王面前说好话 再请广平王去皇帝与太子面前为他说好话呢 广平王曾抽空出宫 回王府看望齐儿几回 也曾在家中住过几日 但每次都很快就返回宫中了 太子要做的事太多 皇帝身边不能离了人 虽然蒋淑妃可以失急 但论政治上的敏感度 蒋淑妃远不及两个儿子 广平王不愿冒险 不敢离开皇帝身边太久 回家时 他曾经就钟家的问题与妻子错过沟通 王妃忠实对丈夫的做法可以说是感恩戴德 钟家能够保住清白的名声 平平安安的离开朝廷 已经是皇帝格外的开恩了 他甚至为此感到羞愧 因为钟家是确确实实参与了谋逆 虽然是被人利用的 却也间接地给太子带来了伤害 却能好命地逃脱惩罚 这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关系 不知是不是这种羞愧 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钟氏的病情在好转过后 又有了反复 赵秀前去探望他的时候 就觉得他的精神明显没有先前好了 虽然说话说到比较愉快的事情时 还是会很开心地笑出声来 但时不时地就会开始走神 然后心情就忽然地变差了 赵秀对一些事情的内幕了解不多 但也听说过皇帝让太子 给山英侯办婚式的奇闻 也知道钟家女儿是山英侯正式的首选 他猜想钟氏会不会是因为这件事在担心 又不敢轻易地开口询问 只能小心翼翼地聊些与此无关的话题 好让钟氏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去 这个办法应该还是奏效的 钟氏的注意力果然被吸引到了赵家被赐还的府地上去了 那宅子差不多有十年没住过人了 内务府既然已经给你们家送钥匙过来 你们兄妹最好是挑个天气不错的日子 先过去看一看 兴许有许多需要整修的地方 房子这东西若是一直有人住着 哪怕是过上十年八年 变化也不是太大 相反越是无人居住 越是破损得厉害 你们兄妹横竖只有两个人 如今家里下人也少 趁着老夫人还未上京 先寻些人手 把屋子修了吧 若是银子一时不凑手 只管跟我说 赵秀连忙向他道谢 见他似乎对这个话题颇感兴趣 连忙虚心地向他请教更多 钟氏便又告诉他 天窗的财帛倒还罢了 要紧的东西都只是封存起来 其他的财物 很可能已经不是当初的东西了 不过是另寻了差不多的补上 等内务府的送来了名册过来 你只管带着人 一样一样的点清楚 才半交接 东西太多 不是一天能运送完的 说是你太过得嘴意 内务府的人 以为你们好糊弄 到了第二第三日 就会送些差点的东西来应付了 你们岂不是吃了大亏 别以为你家如今正得胜宠 那些人就不敢耍手段 皇亲国戚他们尚且敢哄 更何况是你们 你哥哥虽习了绝 无奈年纪还小 要在朝上争得一点权势 起码是好几年后的事了 又没什么可靠的殷亲故交 因此他们不怎么把你家放在心上 只要明面上说的过去 就算你们告到狱前 他们也有话可以搪塞 真正吃亏的还是你们 赵秀深以为然 毕竟他们家如今是接到了皇帝的赏赐 自然是上头送什么来 他们就收什么 难道还能挑剔 狱辞的东西质量不好 价值不高吗 就算是内务府送来的是破烂 只要皇帝不说有问题 他们就只能生寿了 中士的这个提醒非常有用 原本他是没想过 还要对着清单盘点玉次的东西 中士对于赏下来的奴仆 也有一番说法 除了一部分是后来补上的 大部分都应该是你家从前用过的人 当年皇上命人查封侯府时 我们王爷就劝过 说这个爵位将来还是要交到你哥哥手上的 既然是昔日老郡公与老夫人用惯了的人 还是别把人随意地指派到别处才好 没想到这件事意图好几年 那些人走得走 散得散 死得死 剩下来的只怕都不怎么靠得住 这事你兄妹俩心里须得有数 并不是老人就一定都是好的 赵秀明白他的意思 当年两房人分家 会被留在侯府里的家人 不是偏向赵炯一方的 就是完全的中立派 后者并不关心主人是谁 只要有差事 有饭吃 有月钱拿 谁当家对他们来说 都没有区别 对于赵炯一家对赵卓夫妻做的事 他们兴许会在私下一论主人几句 但也仅此而已 比较忠于张氏的 不是跟着走了 就是陆陆续续被牛氏轰出府 下落不明 当年侯府被查封 牛氏母子只带走了一部分 用惯的仆人与心妇 剩下的人成份就说不清了 如果现在内务府又把这些人送回了赵家 那赵秀还真是不敢太过的信任他们 赵秀对忠实说 因是皇上所赐 哥哥与我是不敢随意将人发卖的 但只让他们在外院里侍候或是送到田庄上去 应该没问题吧 忠实微笑道 当然没有 这法子不错 只要记得 暂时的别让他们碰到你们兄妹的吃食茶水就好了 在外院做些杂活无所谓 仔细瞧着 若当中有几个能用的 瞧着还算老实 再掉进内院使欢也行 田庄上的庄头 你也要让他们把这几年的账目送上来 虽然旧账上的东西落不到你手里 但你好歹心里有数 知道那庄子一年有多少产出 以后也不怕会被人糊弄了 赵秀乖乖地应了声 又请教了他几个问题 瞧着他似乎有些累了 便起身告退 忠实跟赵秀说了半天的话 心情倒是平静了许多 微笑着对他说 有空了只管过来 我成日的在府里也是无聊 你来了还能跟我说说话 赵秀笑着答应了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烟霞紧绷着一张脸进来 并王妃 二舅太太命人送了些补品入府 说他们一家真的要离京了 还是想来亲自向王妃辞行 忠实正了正 叹了口气 忠二老爷其实是他堂兄 夫妻俩也是热心名利之人 不过比起他的亲兄嫂 脸皮要稍微薄一点 皇帝与太子虽不追究忠家人的过错 但也无意让忠家人继续在朝上围观了 忠大老爷可以借着病休 拖延请辞 忠二老爷却比较干脆地 递上了告老辞官的奏本 他当日也跟堂兄一样 因为广平王退位而惋惜 以为六皇子要上位 就把女儿推上去做侧妃 只是被大侄女中雅之抢先罢了 本来就已经跟人争输了 后来六皇子与嬴王先后失败 他就知道自己的仕途到头 能保住身家性命 已是意外之喜 怎敢再奢望其他 他可没有堂兄的厚脸皮 以为还能继续地富贵风光下去 但他也同样不能轻易地原谅 当初算计了他的堂兄 忠二太太要借此行为由 一再求见装饰 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山英侯要娶妻 何必祸害人家好好的女孩子 从前朱立平为儿子选中的正式人选 不能嫁 那侧式人选补上也没问题吗 现在山英侯身份地位下降了 能有一位官宦世家出身 又跟皇室有亲的女孩子嫁给他 还是很相配的 忠雅之虽然比山英侯大了四岁 但皇帝想要提早地给小儿子娶妻 还不是放心不下他今后的生活吗 给他娶位年长些的妻子 正好可以照顾他日后的饮食起居啊 况且忠家本就是广平王的姻亲 有了这门亲上加亲的婚事 皇帝也可以放心小儿子的安危了 尽管周二太太的话非常有力 但忠实真的不想在这件事上开口 杨家人似乎没有一刻不再耍心计 他此刻真是糟心透了 赵秀悄悄地退出了房间 心里暗暗地叹了口气 回过头 却发现高真不知几时站在了台阶下 似乎正在等他 高真今日只穿着家常的衣裳 但依然整整齐齐的 一丝不苟 如今是暮春天气 虽然温暖 但还有几分的凉意 似乎夏天来得比往年都要晚一些 因此他在灰色的单衫之外 又添了一件无袖的黑色方领长照夹 腰间细带 越发地显得他身高腰细腿长 少年的身姿如同袖竹一般的挺拔 这件长照夹是赵秀做的 本来是打算做夹棉的寒衣 不想今年的倒春寒 持续时间很短 只有四五日 而他做这件衣裳时 格外地用心细致 结果就做得慢了 等他将衣裳大体地做好时 天气已经暖和了许多 完全没有必要再着棉衣 他只好打消了续棉的念头 将照夹改成了夹的 照夹选用的是上等的素色丝绸 针线细密 领口对筋处的包边 都用深银灰色的丝线 绣了回纹 初看很不显眼 但穿在人身上 行走间光线映在刺绣上 隐隐带着荧光 才让人发现 其中低调的精致之处 高真收到赵甲时 只是简单地道了声谢 赵秀还以为 他也许不太喜欢 不过每一次到广平王府来 他总能看到 他穿着这一身赵甲 心里也是有那么一分暗爽的 有没有别的含义且不说 他常穿 不就代表他喜欢吗 送出去的礼物 能让收礼的人喜欢 送礼的人自然开心 况且这也意味着 他的针线做得还不错吧 赵秀看着台阶下 林峰玉树一般的高真 嘴角就忍不住地往上翘 走下台阶去看了看他 先是行了一礼 然后有些小俏皮地打去 狮子爷 你不热吗 我哥哥都换成单一了 高真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天气确实越来越热了 也该到换单一的时候了 然后就一直盯着他 眼神里似乎还带着几分 热切的期待 赵秀脸上的笑容僵了一僵 这是 希望他再给他做一身单一的节奏 赵秀有些懊恼地看着高真 这位狮子爷 是不是真的把他当成针线上人来使唤了 能一年四季都穿上他亲手做的衣服 也就是祖母和哥哥赵伟才有的待遇 就算他高真身份高贵 跟他自幼相识 彼此关系也很好 他跟他 也还没有亲近到那个份上呢 再说 赵秀有些苦恼地想了想 近来他们兄妹要忙活着整理年久失修的建南侯府 安排那些新的旧的男女仆人 清点一大堆的产业和财物 再准备迎接祖母上经和搬家住室 他连每日练字的时间都不一定能保证 更何况是给他做衣服呢 哥哥的新下装和祖母的新衣裳 如今都是交给针线上的人做的 高真看到他面露苦恼之色 就没有提出什么要求来 他自然是盼着能再得到他亲手做的衣裳 既精致好看又合身 还非常符合他的审美 不过这种事 他主动提出要做 自然是最好不过的 若是他先开了口 他才答应帮忙 让父王母妃知道了 一定会责怪他失礼 而如今 他常常穿着这身照夹 母妃每每看见了 只会夸奖照秀针线好 只可惜自己没有生个这样伶俐乖巧的女儿 却不会说别的 这样才好呢 高真转移了话题 我有话要告诉你 师父王昨出宫时候跟我说的 让我提醒你们兄妹一声 你随我到前头书房处 我细细地告诉你 虽然是广平王特地嘱咐的 那必然是要紧事 赵秀连忙地答应了 就一直跟在他身后 随他穿过重重游廊 到达了前院上房 赵秀经常来这里 因此已经很熟了 高真请他入座 自行坐了正常下两排交椅 左端的第一掌 他就在对面坐下 侍女上了茶 高真就把人都打发出去了 赵秀看见他连在门口守着的侍女 都打发得远远的 只当他说的是 极机密的事 顿时也严肃起来 这是怎么了 王爷都嘱咐了什么事 很重要吗 高真的神情 还是那样平平静静的 似乎并不十分紧张 也没别的 就是黄祖父赐还你们当年 被查封的府邸 产业 奴仆的事 你们留点心 兴许不是一天两天 就能全部交割清楚的 内务府可能要拖上几日 因为其中还有赵爵家中 查抄出来的东西 房子和产业都有 赵秀有些吃惊 怎么连那些都有 当年两房分家时 东西就都归了小掌房吧 高真便告诉他 当年你们分家时 赵炯仗着自己席诀 只分给令尊很少的东西 本就是有失公平的 况且他这爵位 又不是名正言顺得来的 只因赵老夫人 与令尊品行端正 不中虚荣 无意与他相争 才让他得了便宜 否则就凭他一个树长子 有嫡出的弟弟在 哪里轮到他席诀 如今拨乱反正 赵炯后人的财物 横竖都要充公 我父王便索性 给内务府打了个招呼 让他们物归原主了 这里头还有 新年老郡公的东西 你们家不拿回去 难道要让他们 凌落在外吗 赵秀芒说 这当然不行 能够拿回来 肯定是拿回来的好 想了想 他脸上露出笑容 嗯 祖母知道了 一定很开心 虽然当年分家之后 他带着自己的私房走了 其中也有不少 是祖父的遗物 但祖父 从前用惯的物品 大都留在了侯府 也不知 有没有被人糟蹋了 如今势而复得 他老人家 一定非常欢喜 不但是那老郡公 生前用过的东西 如今可以得回侯府 住回夫妻俩 一同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 张氏心里 也定是高兴的 在奉贤老宅时 他就没少念到起 从前在侯府时 如何 住的院子里 种的是什么花 老郡公又曾在 何年何月 因何事 在哪一间屋子里 跟他说过什么话 赵秀嘴上 虽不说什么 但心里也清楚 祖母 对祖父的感情深着呢 高真犹豫了一下 又跟他说 这其中可能还有牛氏 与蒋氏的陪嫁 若他家人听说了 找上门来 你们不必理会 这是皇上赐给你们家的 早不与他们相干了 赵秀这回就更吃惊了 怎么连他们的陪嫁都有 就算是从他们家里 茶抄来的 我们也不稀罕 那种东西 看着都让人觉得恶心吧 高真却摇摇头 若不稀罕 日后慢慢地卖了 也就是了 虽说是 玉纸刺还之物 但跟正式玉刺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随你们处置 也别觉得占了他们家的便宜 这都是应该的 你可知道 审问营王府的账房时 他们供出了一件 让人吃惊的事 原来当年先帝在时 赵炯还是世子 牛氏协助管家 就曾摊没了 宫中不少的银子 合共二十万两银子 全数被赵炯拿去 资助营王争处位 但后来 老军公向先帝建言 先帝没有废去 黄祖父的太子之位 婴王盘算落空 赵炯担心此事 被黄祖父与老军公知晓 曾一度地试图 与婴王疏远 却因为有证据 握在婴王的手中 一直没能疏远成功 待老军公过世后 他儿子赵爵 也因着这个把柄 一并投靠到婴王那边去了 他们父子两代 亏空了你们赵家 宫中二十万两白银 这些年补贴 婴王府的银子 就更不必说了 拿他们私产补上 也是应该的 就更不必说了